这赵阿姨的体态偏胖 按理说呀 很多旁人都容易得高血脂高血压 可是赵阿姨什么疾病都没有 可以说是身体非常健康 赵阿姨和老伴啊 都说是因为吃根降血压降血脂了 真的有这么大的作用吗 记者也采访了北京有医院营养科的红中心主任 跟那个食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含脂肪特别的少 几乎不含脂肪 而且它含有丰富的这个 酸汁纤维素 微量元素 维生素 所以呢吃些根经类的食物 对人体来讲可以预防高血脂的发生 也可以预防高血压糖尿变等等的发生 除了能把这根做成菜 赵阿姨还有一道用根治病的小偏方 三根一片汤 以后连续拂几天就最感冒 这三根啊指的是葱根 香菜根和白萝卜根 这一片啊就是姜片了 把这些原料洗净用水熬制就可以了 做成后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 加点胡椒或者冰糖 一旦有点伤风感冒啊 赵阿姨和老伴都喝这个汤 也不用吃药了 这道三根一片汤 真的能起到这个功效吗 这个有道理 就是从中医的一个角度讲 像香菜也是发散 葱根呢也有具有发散清热的一个作用 都属于结表的 所以对风寒感冒应该是有一件的好处 看来啊吃根还真有不少好处的 苏通坡先生就把菠菜根叫做红嘴绿鹰个 足见他对吃根的喜爱 营养科的红主任也比较提倡吃根 他还给咱们提供了另一道根的食料秘方 就是用葱根 然后给糯米 一江线然后给醋放在一块熬出来的这个粥就可以吃感受了 其实啊只要多用点心 完全可以把生活中这些不羁眼的东西利用起来 既能变费为饱又能尝到不一样的美味 还能防病治病 真是一举多得 古人云春吃花夏吃叶秋吃果冬吃根 所以啊秋冬季节提倡多吃些根菜 但是如果您非不爱吃根的话呢 可以多吃一些萝卜山药莲藕土豆等等 因为这些蔬菜本身就是根菜 这个季节也都大量上市了 提到吃啊 咱们北京人是越来越能吃辣的了 记得那是从2007年的烤鸡翅开始 什么变态辣魔鬼辣等等 迅速串红了京城的美食界 影响至今 到了2009年初 又有一种烤生蚝脱颖而出了 也成为很多年轻人的新宠 这烧烤啊 从蔬菜到海鲜 真是想吃什么都能找到 可是有一道下酒的美味啊 在咱北京城好像还没有见过有人烤着吃 不过居然就在最近被我们的记者发现了 是什么呢 它能不能延续当年烤鸡翅的神话呢 听说过酱猪蜂 炖猪蜂 红烧猪蜂 还有人爱拿猪蜂煲汤 可是这咬上一口腾腾酥脆的烤猪蜂 您吃过吗 它这儿烤的猪蜂就比较脆 而且不是很腻 而且口感就尤其是把那种辣的 我蹭